剪光 上次 頂燈 給妳點上新燈 歡迎大家再次收看給妳點上新燈 我是徐雅琪 首先我們節目一開始 來看看連身活佛給我們的寶貴開示 今天我们要听连生活活带来什么样宝贵的开示呢 我们都知道修持真活秘法确实是可以改变命运 其中最快速的方法呢 那就首推是烧护魔了 今天我们就要来听听看连生活活来告诉我们 烧护魔当中的遗鬼 种种的须知 手印 观想 应该怎么做呢 一块来听 烧护魔的供品 其实是反正有意义的东西 可以吃的东西 还有这个水方面都可以当成供品 其中有一个水 他们在密教里面规定是 这个洗脸 他把这个佛菩萨诸尊啊 就看得好像跟我们人一样很尊敬 他好像水里面有准备一种洗脸水 这个水是洗脸 有一个水是属于洗脚的 都有准备有一个洗脸水 也有一个洗脚水 大麦啊 小麦啊 芥芝啊 芥芝啊 芝麻 这个牛奶啊 这个香花灯茶果 通通通都有 都准备好 另外还有油 酥油 我们就是用油 用那个灰油啊 或者是发生油啊 都可以 用蜜 甜的东西 那么烧的东西最容易烧 就是乳木 用乳木下去烧 那这些供品都可以烧 像我们现在摆的那个饼干嘛 中秋叶饼 都可以烧 能够烧得掉的 都可以烧 那你不能把那些铜器啊 铁啊 或者这些器具拿进去里面烧 那就烧不掉了 不能烧 能够烧得掉的 有意义的 水 另外还有香水 把它们供香水很重要 可能这个佛菩萨里面有很多的这个 女性的佛啊 或者他们需要香水 所以就要撒一点香水 还要撒香水 用香水也去烧 香水对自己来讲 也是有意 有意义的 对佛菩萨来讲 也是有意义 这个供品很重要 那其中呢 画索印呢 在这个坛里面 你所画的这些索印 跟我们平时所做法的这个 启物索印跟香虎索印 跟这个超度索印 都有点仿佛 都很像 不过其实索印啊 就是一种仪轨 你只要明白的人都知道 索印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一个开始 然后有一个精醒 然后有一个精醒 就是精醒开始 然后再来就是招请 那么招请佛菩萨 声闻 言洁 金刚护法 下降 下降以后呢 他们放大光明 接着我们就是供养 供养花 香 灯 茶 果 另外再结供养所印 那么启弗呢 里面就给你增加了这个 很多很多的这个所印 你所有本尊都有所印 你招请哪一个本尊 你就结哪一个本尊的所印下降 然后再来 很重要 就是这个 你做这个坛 它主要的意义在哪里 它主要的意义在哪里 它起伏 你就比很多的起伏所印 增加福分 增加智慧 用散盖来帮助这个人 再扶持这个人 那么给他做披甲护身 给他这个场身在虚空之中 那么 佛佛萨似乎给他 放大光明 解开他的燕 烧掉烦恼 这些都是手印 那么手印后来 又有所谓的后行 又有所谓的后行 也就是皈依啦 那么全部这个得到光明啦 最后又是浅颂 浅颂就是把佛佛萨 送回本来的这个佛国 菩萨的国 天国 金刚的 金刚的护法的位置 其实手印的代表的意义 就是这样子 跟一般的那个 讲起来都是差不了多少 所以好像我们刚开始的手印啦 有一个拍掌 拍掌就是开始 那么交加弹指 就是精醒 所有佛佛萨 大法界诸佛菩萨 通通都是原来在睡觉 给你这样一拍一个一弹 通通都醒过来 叫做精醒 因为本来 其实不是睡觉啦 只是一个仪式开始 它的意义是这个样子 拍掌 交加弹指 那么最早开始的这个手印 应该准提佛母的手印 那么在这里 不交准提佛母的手印 其实这个手印啊 是等于是一个仪咒 这中间啊就是西弥山 中间一个三角形的就是西弥山 那么两边啊 这个十指按住宗主 就等于是一个仪咒 这个有内博 内博印 就是整个宇宙通通都显现出来 西弥山 宇宙 内博 阴阳在一起 就是代表宇宙的符号 准提佛母的手印就是代表宇宙的符号 就是有象征宇宙的意识 整个宇宙的意识 从宇宙的意识开始产生 火 菩萨 金刚 下降 这个手印它都是有意义的 不是随便做的 好像不是玩不断系 不比个好玩的 他开始的时候 他就是台长 好开始啦 所有活菩萨通通醒过来 诸尊通通醒过来 宇宙的意识 成为一的佛 慈悲的菩萨 护法的金刚 全部下降 放大光明 放大光明 对不对 这样子转就是放大光明 这个是放大光明手印 佛菩萨、金刚、尘 一起下降 放大光明 它都是每一个手印都有意义的 在护魔坛里面所比的手印 完全符合了 整个护魔坛的意义 比手印的时候 有时候还要观想 有两种东西观想 第一个 佛菩萨诸尊 你请哪个佛菩萨诸尊 你就要观想哪个佛菩萨 然后那个佛菩萨的颜色 你要观想出来 东南西北中 中央 毕奴这那佛 好像是西方 就是阿弥陀佛 东方 阿出佛 北方 阿不空成就佛 南方 宝生佛 他有代表的颜色 你请哪一个佛来 你就观想哪一个颜色 要色跟本尊 要合一的 你要观想颜色 你做西斋坛 你一定观想白色的光 去造所有的众生 你做四福坛 你要观想这个红色的光 去造众生 你做那个正义坛 你就要观想黄色的光 去造众生 你做祥福坛 就要观想黑色或者蓝色的光 去造众生 这个都要做观想 本尊要观想 所运 要结 还要放光出去 不是说叫你随便玩玩 所运 玩玩 也不知道要想些什么 或者想些乱七八糟的 这是不可以的 所以在做父母坛 一定是要精神集中 完全精神集中的做 还有撒甘露 我们想的撒甘露 是用这一首 一般的喇嘛 在弹的周围 祖尊在撒甘露的时候 他们都要洗这一只手 这个大拇指放在掌心 代表撒甘露 代表撒甘露 每一个都要做 念的咒语一定要整齐 而且一定要做结界 大杯作水结界可以 用声音做结界可以 结界法你怎么做 就是依照你自己本身的习惯 去做结界 防止这个一般的鬼神啊 或者这些魔啊 来扰乱这个贪承 修法的时候 有时候他们在弹 就以这个喇嘛的位置为结界 好像喇嘛做得多眼 就是以这个范围为结界 没有 各位观众 2006年国际书展的畅销书 给你点上新登 许多的读者 是为明星见性必读的著作 可是还是很多人猜不透 什么是明星 什么是见性 现在又要给您当头棒喝了 即给你点上新登之后 隆重为您介绍 卢盛雁文集第188册 送你一盏明灯 让您参参参 而且我们在9月30号 将在台湾雷藏寺举办 送你一盏明灯 读书心得发表会 欢迎各路参伙好汉 一同参加 现在赶快来参 送你一盏明灯 各位观众 感谢您热情的支持 给你点上新登这个节目 自从播出以来 接获各个地方观众 打来的电话 有的是要索取CD 有的是有很多心理问题 家庭问题等等 现在 不管你我的命运如何 困难在哪 让我们用佛法的力量 一起来改变命运 让我们静下心来想想 这一切的一切 究竟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你我曾经做错了什么 现在 台湾雷藏寺 将在10月25到10月29号 举办一年一度的 梁皇宝灿大法会 可以帮助我们忏悔罪业 抄法祖先改变命运 这是南逢的灿点中的 灿点之王 及众人的诚心 恳请佛光铸造 化解一切的灾难 欢迎你我报名 或直接前往参加 台湾雷藏寺 梁皇宝灿大法会 各位观众感谢您对给您点上新灯节目热情的支持 许多的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的音乐和佛曲 您现在所听到的正是香港华光东德会所录制的 泛音大悲咒 本节目制作单位特别为了回馈 爱护我们的观众 免费的赠送给您这一片犀利 让我们一起在佛曲的洗涤之下 深口意清净 光明吉祥 现在我们的服务专线是 零四九二三一二九九二 好像那边只要排六个 这边排八个 那边排几个 就是这个范围里面是结界的范围 其他的范围是不结界 也有这样子做 那么首应的问题将来会慢慢的再告诉大家 这个我们刚开始的拍掌开始 叫加弹子 惊醒 再来做宜咒意识 宜咒意识 那么宜咒意识 佛菩萨从宜咒 就是佛 菩萨 金刚神 下降 放大光明 好 这个样子 就是一个刚刚开始的这个现象 放大光明以后 佛菩萨都下降了 那么做什么 再来就是花 用花 香 灯 茶 果 供养 这个就是供养了 用花香灯茶果 来供养佛菩萨诸尊 那么在这变化当中 你弄花的时候我就要观想很多很多的花 香的时候就很多很多的香 灯的话就是很多很多的蜡烛 煮 水 就是像拂面一样的水 干净的水 果 这很多的蜡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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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颜色的蜡烛要想出来 你假如做什么法 弄什么样的果 你做这个争议法 就是蜡香蕉最好了 因为都是黄色的 你做敬爱法 这个阿婆最好了 令狗 这个红色的这个令狗 你做祥福法 芭蜡最好了 对不对 它都有意义的 你做习斋法 就是白色的这个戒指 白色的戒指最好了 白色的水果有什么 有没有白色的水果 蜡子 白头 蜡桃 白头 蜡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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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白色的水果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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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戒指就是我们这种 好像贵戒那种 贵戒 对 白瓜子 白瓜子 说白瓜子最好 所以很多东西 你都必须要配合 你做什么弹 你供怎么样的东西 这个供养 又有节 又要撒 又要用 这些手运动 以后再慢慢再弹 好吗的奔用 对 欢迎收看 给你点上 新灯 我是徐亚琪 现在就让我们热烈掌声来 欢迎真佛宗的 世连哲金刚上师 你好 大家好 好 我们连哲上师呢 也是台湾雷葬寺的 常驻的上师 对不对 辛苦辛苦了 谢谢 而且呢 我们节目呢 播出以来呢 受到各界观众的热烈的回响 对不对 好评不断 对不对 对不对 对 好 感谢上师的指导 谢谢 那我们另外一位要邀请 欢迎的那就是连来讲师 大家好 连来讲师呢 也是服务在这个台中 对不对 荆棘雷葬寺 荆棘雷葬寺 荆棘雷葬寺也是一个好地方 掌声 听说呢 我们在座某一位帅哥 最近就在那边福镇结婚的 是哪一位 啊 这边 恭喜恭喜 好 听说呢 这个福镇的相当的这个 这要怎么形容啊 我们哪一位有参加的 这边 这边想看的人参加的人都很想结婚了 都很想结婚了 都很想结婚了 好 所以电视机前面的观众 你知道结婚要去哪里吗 可以参考去荆棘雷葬 台湾雷葬寺也可以是不是 当然啦 好人家服务 等一下我们播说 人家以为是你跟他结婚了 好 不管啦 我们刚好既然这样讲的话 我们今天在场也有一对现成的夫妻 那很特别的我们有介绍过的话 大家知道的话 这对父亲呢就是引渡啊 我跟我先生台智元皈依的 我们特别要介绍 来自虎伟的 神龙电台的这个台长 对不对 容平国先生夫妇好不好 但是我们台先生的表哥 当初我们根本没有宗教信仰 我们真的皈依这个联身活佛呢 就是靠这一位表哥 所以表哥表哥到真的是我们的贵人了 那时候台智元呢 根本就是完全TK 我也不相信 其实我不是不相信啦 我是觉得说 好端端的我信佛就好了 我为什么一定要皈依一个人呢 对不对 然后呢 那很奇妙的姻缘 对不对 您的夫人对不对 那时候很奇怪 姚池金母 是给您一个灵事 你来麦克风给他讲一下好不好 来来 这个很重要耶 这个很重要 大家没听过吧 没有 好不好奇 好我们就请 因为我以前是完全没有宗教信仰 我也不信佛也不信道 从来不尽妙 那我会接触到我们生活中是因为 可以说是越好奇 那因为他先皈依 他跟着连宣上师 就已经过世连宣上师去那个花莲的慈慧堂 石壁 就我是听说那边有牵王魂 我就跑去了 然后去到那边他们都进去坐 因为我不信嘛 我就没有进去站外面 可是我在那边往里头望他们的时候 忽然看到那边的观音菩萨跟我点头 那我非常的讶异 我说是一个石像怎么会点头 真的吗 真的 怎么样石像点头 就真的看到石头的石像这样点头 对 石像点头 我那时候以前说我眼花 所以是那个庙里头的香烟缭绕 那个烟雾在晃动造成我的错觉 所以我在那边看了很久 我说到底有没有是烟雾造成 结果我看了很久 我发现没有 烟雾并没有造成我那种晃动的错觉 所以后来他们在里头拜 我站在外头 他们拜完出来 我就跟他讲说很奇怪 我刚才怎么看到菩萨跟我点头 那他就跟你一天上司讲 上司没有讲话 他就问上司说我的姻缘什么时候会到 因为我都不信 那时候还会为这事情跟他吵架 这样子 他上司说快乐 那那天晚上上司说要帮大家起零 那他叫我去 我是好奇我就坐下来 就坐下来就很奇怪 就 就是真的就 到一个非常舒服的那个入定 我现在知道这个叫入定 入定的境界 就好像身体消失了这样子 然后我眼前就出现一朵白莲花 哇 是这样 那以后 就是那次之后 我回到家以后 就是他在打坐的时候 我在坐旁边看 我还是不信 我是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会这样 我就看他在做什么 那他就说 他叫我也跟他一起坐下来 结果坐下来 就觉得说好像有 有水洒在我头上 我又问说 你干嘛在我头上洒水 他说我拿 有没有啊 就是很期待就水洒下来 然后我就开始灵动 然后以后就 就常常觉得说 好像有一些那种 什么启示 尤其是很奇怪 有一次我跟联群上师 去那个中立那个 联什么上师 中立 中立的那个 一个上师那边 联影 联影上师 对 在那边的时候 就大家围坐在 那个堂里头 围圈 结果我就觉得姚思经 我跟我们有指示 结果 就我觉得我完全 记错到那个指示 结果在我 记错到那个指示的时候 我旁边的联群上师 他就讲说 今天我只是说什么 什么什么 结果联群上讲出来的话 跟我接受到的 完全一样 这样子 一句话 一个字都不差 这样 非常非常压抑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 他就 就是很 就是带我去装颜糖 那后来就皈依了这样 那皈依那时候就觉得 经常有那种 好像很多灵感 灵事 灵事 所以他就是 有这样子 然后就给我们灵事 就给台字元灵事 给我也灵事 然后就 真的也是蛮奇妙 我到底是怎么皈依 讲到这里 我倒是一直一直 这么多年来 一直要问你一个问题 蛤 问我 对啊 因为那天在我们家佛堂 就是姚慈景母 透过我们家师姐 他也说 你跟台字元要结婚 而且指着日历 哪一天订婚 哪一天结婚 那个时候 字元是半信半疑 你那时候是 基本上是不幸 但是你听到这个话之后 你二话不说 你隔两天 你就会到西雅图去 找 去见人世尊 人生活活去 求证这个事情 你那时候在那种 不幸的情况之下 你为什么会有那个 那股冲动 想去趟西雅图 我一直想问你这个问题 这么多年来 我都忘记这件事了 哈哈哈哈 我是这样子去西雅图的吗 对啊 你就是为这件事情 那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 怎么今天变成是我的传记 哈哈哈哈 因为当时哈 就是金母说你手上 有被人家套一个东西 蛤 怎么你现在才告诉我 有啊 你那时候我给你讲 你就是说 你就去问师尊 所以说确实有 这样子 真的吗 你那我忘记了 我还记得 其实我跟你讲 我真的耶 我觉得 是因为生小孩了 女人真的很伟大 我觉得生了一个小孩之后 全部的记忆都没有了 真的三分之的记忆都是完全 就是 可能现在你要讲 我才想得起来 你说套了一个东西 就你手上就有一个东西啦 不晓得是 那你得到的灵事是什么 你觉得是什么东西 因为时间很久我也忘了 但是当时我记得是 你手上有东西 然后你就去问 跟师尊求证 师尊说确实有 然后他帮你有解还是怎么样 不过确实啦 就是说在联生活佛的早期的 对不对 现在已经到这个 这个可能就是上一期了 送你一盏明灯 对不对 然后在最早期的前面的 都是在谈他刚刚讲的这个 启灵啦 或者说我们也是 根本上也是 之前是一个基督徒 那是不是 这个是一个佛菩萨给你的一个机缘 还是说他可能只是 根本是一个神鬼 他不一定是佛菩萨 这样子的一个灵事 这要请教你 你来讲知道 这个是可能性是什么 这个大部分都是 前辈子都注定好的 啊 前辈子都注定好的 就是他会接受到这样的讯息 对 因为这个大部分都是一个定数 然后在一个轨道上走 那走到哪一个阶段 有一个阴炎外力进来 它就会爆发 那个内在的力量就会爆发 就是所谓的启灵 所以在启灵这一方面的事情 有很多 已经启了好久都启不动 那这有两种现象 一个是基岩味道 那基岩味道的意思是说 它本身的这一个 这一条轨道 它本身身体里面 这一股灵 这一股灵 那有一个阴炎 那这一个外力 能够加持到它能够 引爆的力量一定要足够 才有办法把内在那股力量 引爆起来 那如果这一个 加持的力量还不够的话 那就没办法 各位观众感谢您热情的支持 给你点上新登这个节目 自从播出以来 接获各个地方观众打来的电话 有的是要索取CD 有的是有很多心理问题 家庭问题等等 现在不管你我的命运如何 困难在哪 让我们用佛法的力量 一起来改变命运 让我们静下心来想想 这一切的一切究竟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你我曾经做错了什么 现在 台湾雷藏寺 将在10月25到10月29号 举办一年一度的 梁皇宝灿大法会 可以帮助我们忏悔罪业 抄把祖先改变命运 这是南逢的灿点中的灿点之王 集众人的诚心 恳请佛光铸造 化解一切的灾难 欢迎你我报名 或直接前往参加 台湾雷藏寺 梁皇宝灿大法会 大家来找佛 今天如果你有注意到 连生活佛的开始的话 现在我们就要问你了 在进行护魔的时候 第一个要做的手印 要比的是哪一尊菩萨的手印呢 刚刚有提到 赶快打电话进来 我们就有奖品赠送给您 同时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 下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咯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打赞